哈喽,大家早 这里是双见论骨 我们来看看这个Hatta Hatta昨天就大涨超过5% 非常的强势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表 我之前呢,有讲过呢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盘整区的这个 额,顶价 大概是1.68 这个是1.68 这样呢,就是一个马路讯号 它突破这个盘整区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边啊 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 顶部的套牢盘也是相对的少 也就是说,它最近往上涨的机会是蛮高的 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盘整区的这个 额,顶这个什么 这个hide 也是突破它形态的hide 也是 会 涨上去50 现在还没有涨上去50啊 也是会涨上去50 就好像我之前讲的那个Cosan 的图形是一模一样的 呀 这样呢,这个肯定是一个马路讯号 呀 不标价呢 应该就是大概是在2.5 左右吧 2.5 嗯 嗯 这样它会不会星期的时候 会不会再次突破这个1.68 1.70 1.68左右呢 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就去观察 所以大家要记得啊 1.68 注意下吧 突破的话 再收盘 然后星期一再突破之后 收盘价是突破啊 这个我就觉得是 网络讯号 这样子啊 嗯 而且那时候我相信 也是会突破这个50 这个RSI 去参考一下那个Cosan我家的视频 OK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呃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去帮我去呃 分享 帮我like 如果你有其他意见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面给我知道一下 谢谢大家